最低公司到底有沒有用 會不會繞了一圈物價又漲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 那我們來測一下西門店雞腿 這家是老字耗明店 一直賣新台幣100元 我的天哪是什麼價錢 別害怕 泡麵這樣30元 百葉豆腐50元 只要看到更離譜的 是不是突然覺得雞腿也沒很貴的呢 果然張我錯了 原來最領的四台真的不便宜 難怪爺爺的便當利潤這麼低 只有3%而已 來給他嘗嘗味道吧 這個泡麵實在尊絕不凡 淋上酸酸的醬汁之後 口味彈性都跟 我自己泡的差不多 麥山子真的淚流不止 百葉豆腐QQ彈彈 咬下去像是鹹味的果凍 給過這午食就覺得蠻不錯 重頭戲來了 一百元炭烤雞腿 必須說超級無敵香 焦焦的油味直衝腦門 口水忍不住流下來 大力吃下去 喔這個肉非常多 好脆好帶勁啊 烤過之後表面會有不規則的定狀 所以腰桿非常複雜 一下脆一下彈的 不愧是名店 滋味非凡 遠遠超過我常吃的自助餐廳 以前雞腿吃太多 都是流水脹 爽過就忘記了 但西門町這家吃的滋味無窮 怎麼樣都忘不了 所以我才今天又跑來吃 事後炸了一杯70元的木瓜牛奶 這樣沉到吃下來 先還被250元直接噴掉 快活不下去了 但熟悉名店的朋友就知道 雞腿100元的價格怎麼來的呢 裡面有30元店租 畢竟附近是電影院嘛 人潮就是前潮 想在這裡開店代價當然也大 所以吃東西要幫忙老闆付店出 另一個就是明定義價 既然這麼美味 搶著要買的人也多 我生意也好 自然可以搞以價之量 我就慢慢調漲 提升到一個大家願意買單 客人又可以控制在自己可以處理的地步 實現輕鬆賺大錢的夢想 所以100元的雞腿 可能有50元都在吃虛榮啊 沒這麼講究的朋友 就會選擇附近的製作餐 100元有雞腿有飯有菜 還有湯跟紅茶 味道可能比不上 但省權絕對辦得到 因此我真正要講的是 議價能力 店家對於客人 就算他口味再好品質再高 我並沒有一定要吃啊 整個市場物價在提升的時候 並不會同步上漲 有的廠商為了維持價格的競爭力 還是會照原來的定價來賣 此時我們就可以做出選擇 讓自己繼續第一消費生活 這就是成為躺平主的訣竅 而店家對員工呢 他的預價能力就超級強了 有多少人敢跟自己老闆 喊要加薪啊 要做做不做滾 等等下班之前 順便做一下明天的案子再走 不會耽誤你太久啦 差不多三個小時而已 要是民眾都敢跟老闆談 那還要政府幹嘛 蔡英文要大家自立這牆 為何被罵翻 就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對付公司高層嘛 所以調整最低薪資對誰有用 本來就是打工主的獸益最多 超級優感直接錢變多 就算店家感受到壓力想調整商品 打工主也能照上面說的那樣 我找便宜的吃就好了 反之調整最低薪資對高收入的人就沒用 他早就超過那個坎了 有家跟美家一樣 而有相當收入的人 又是高級商品的消費主力 他很容易就感受到物價的提升 如果沒辦法馬上調整自己的生活習慣 還是繼續往這些名店跑 就會變成受害者 有趣的是來了 社會上能為自己發聲的 往往是比較有錢比較閒的人 可以開社群帳號在那邊經營粉絲帶風向 而這些大佬 當然覺得調高最低薪資沒用 只會罵政府大傻幣 看不到底層生活的人 怎麼能期待他苦民所苦呢